哈囉大家好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第六冊第五課 Let's hit the road Hit the road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紅色標註的 Hit這個字 Hit這個字字面上是strike 就是撞擊 那Hit the road 如果字面上直翻 就是撞擊路面 撞擊路面也就是延伸為你上路了 你就是直接車子開上路 叫Hit the road 所以我們上路吧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很簡單的文法 它是一個使義動詞 使得某人去做某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Let's homie就直接加上原型動詞 Let's do something 我們一起來做什麼事吧 所以Let's hit the road 我們一起來做上路這個動作 那上路去哪裡呢 是開車嗎 不是喔 這一課我們介紹的是wrong wrong to the road 就是跑上馬路上 所以他在講的就是那個road race 就是我們的道路公路的比賽 我們看這一段呢 第一段的第一行 its still dark outside when my alarm clock goes off 各位可以幫我把這個句子當中的這個 連接詞找出來喔 一個句子看到呢 可以看一下找一下它的句型 各位可以發現到這個連接詞呢 前面第一個是一個句子 對不對 its still dark outside 然後連接詞連接第二個句子 my alarm clock goes off 說我們來把這兩個句子合併一起就是呢 外頭 still 仍然呢 dark 黑黑暗暗的 outside 它是一個副詞地點喔 在後面 在外面呢 outside 在外頭 外面的天氣仍然是呢 天空是 dark 黑黑的 and when my alarm clock 可是就在這個當下 天空外面暗的時候 我的alarm alarm 各位可以幫我把這個alarm 畫起來 alarm 這個字當作動詞 可以當作響 發出警報 那當作名詞呢 也就是鬧鐘 那鬧鐘你可以直接用alarm 你也可以用更完整 叫alarm clock alarm clock也叫做鬧鐘 好 所以當我的鬧鐘在goes off go發出來了 off 整個聲音傳出去了 叫做響起 所以當我的alarm clock goes off 當我的鬧鐘響起 外頭去還是暗的 normally 通常這個天色還是暗的時候 一般來說 來 各位幫我把這個normally畫起來 非常重要 是個起承轉合 一般來說 如果是在這樣的第一個句子的情況下 I will stay in bed 通常它都還會賴床一下下 stay in bed a little longer 我會在床上呢 在待的a little 在待的一些些久 and my 也許我還會呢 possibly possibly是副詞 可能的 我還會呢 在待久之後還會fall asleep 還會進到熟睡的狀態 好 所以各位可以幫我把這個fall畫起來 這個fall有掉落 那這邊是當作連綴動詞變成become 變成 所以I my possibly became asleep I my fall asleep 我有可能會掉入再度睡著的狀況 again再一次 通常一般來說 normally 一般來說我都會這樣子 但是今天不一樣喔 來看它的轉折 一般來說是這樣 但是今天卻不是喔 nowday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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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現在今天此時此刻 today I turn off my alarm clock 我竟然是呢站起來 turn off 關掉了我的along clock 關掉了鬧鐘 and jump out of bed 而且我就直接喔 很立刻的從床上呢 jump out 跳起來 我就下床了 jump out of the bed 從床上跳起來 without delay 而且沒有任何遲疑耶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without 這個without 我們知道是沒有 它的詞性是介系詞 所以你看到它後面加一個名詞 delay 遲疑 猶豫 我完全沒有猶豫 叫without delay 這兩個橘色片語直接bail 然而就沒有猶豫的 是立刻馬上jump out of bed 就跳下床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為什麼會這樣 我跟平常不一樣 馬上關掉鬧鐘馬上起床 因為this morning I am completely awake 我今天是完全 awake awake是形容詞叫清醒的 而且我還 I am eager eager也是形容詞叫很迫切 我很迫切急著要去to do something to start my day 我可是等不及 好我今天是completely awake 完全是清醒的 而且非常的eager to 很急迫想要start my day 想要趕快展開我的一天 好接下來看第五句 所以呢 I wash my face 我洗洗臉 brush my tea 刷了牙 and quickly eat a decent breakfast 而且快速的吃了一個decent 看起來很像樣的早餐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三個動詞 wash brush and quickly eat 還吃了 吃了一個decent 這個decent很重要 就是